还烦请二位大人 行个方便 云大人 苏老板 入室这种小事 何必掏扰袁大人呢 既想入室 明儿到我这儿 办个手续 按规矩 把人头费交吧 入便是 高大人 就以咱们俩的这个交情 况且 上位我刚交过人头费 这次可封面了呀 我跟你什么交情啊 你也不看看眼下什么光景 这送银子的人都被清退了 这笔损失 如果后来人不补上的话 宫市局还吃不吃饭了 对 大人说得是 那小人 瞅作便是 你退下吧 来 对 这个痴人不懂骨头的畜生 这老天爷怎么不打理逼啊你们 我看 快点快 这个放这边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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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这都套起来 好 王府可难用着 我看这惯了清 你用说话的人都没有 你还嫌自己话不够多啊 这个府里面有你一个 就给你十个了 那是 这王府要是没有我 对吧 这个套起来 那他少了多少乐的 你怎么一天就知道拼嘴 就不知道帮帮忙吗 你看 客人来了 叫叫叫妈 你们到大了 小秦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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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王爷还没更衣呢 没想到大家那么快就来了 王爷他还更什么衣啊 大家都这么熟了 又不是第一次来 这是在王府 你以为在你们在后院呢 小心说话 有点规矩啊 这就该打了 不是王爷整日嘻嘻哈哈的 怎么到他家 就不让我说话了 你赶紧 闭嘴 被收拾了吧 你不是不理我吗 承天说得对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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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把这里当成自己家 也是一样的 况且今日本来就是为了香草堂 而开的庆功宴嘛 各位不要拘礼才是 你看吧 够拘礼啊 那小女先谢过洛王殿下了 今日若有不敬的地方 还请王爷多多担待 你啊 你啊 从来没有人敢跟王爷这么说话 这位霓裳姑娘 就是咱们王爷的客心 看见没有 我家王爷就在这个时候 笑得最开心 就像我看见晓晴姐姐笑得非常开心一样 有 有 见笑啊 见笑 见笑 王爷 既然贵客们都到了 就请入席吧 好 那各位 有请吧 王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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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请 你先请 各位请坐 来来来 王爷王爷您请 您请 我这么近的人嘛 你去坐小鞋那边呗 你去坐小鞋那边呗 挨着她干嘛呀 那小鞋不得打死我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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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咱们悄悄溜走 我有好东西要给你 我不要 人家不要东西 我不稀罕 你说什么呢 你不稀罕 我还不给呢 好了好了 霓裳从西州归来 香草堂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大家这些日子都辛苦了 今日啊务必要尽兴 好 好 对了 小鞋姑娘 这个手链 你可一定要收下 舅妈 我也没帮什么忙 我们就无力客气了 你们家王爷都说了 咱们是自家人 你可不要见外呀 快收下吧 这也是我们有点心意 那我就谢谢舅妈呀 这王府的排场 纵然是第二次见 也依然是觉得风雅无比啊 你不废话吗 寻常人家能跟王府比吗 不过等咱们香草堂入了公式 咱们跟王爷打交道的机会就更多了 那是自然 不过说到公式 等清退完了 你们就可以进来了 真的 我们香草堂 真的可以去公式交易了 太好了 我只是奉天家之命 清退商户 以香草堂的生育等空出了位置 完全有资格占据一席之地 太好了 多谢王爷成全 不用谢我 我也只是 秉公办事啊 就受不了王爷这种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说谢 您收着便是 还说这些 霓裳的意思是 人家的一声蟹 包含了好多好多意思呢 王爷你却不解风情 云星 别胡说 那我就为刚刚的不解风情 像霓裳姑娘哪一个不是 来 我们大家一起吧 敬王爷 一起吧 敬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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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王爷 来 各位 请吧 好好好 好好好 来 吃吧 舅舅 您吃完这个 尝尝原香的 好好好 舅舅 您吃我这个 尝尝成天的 舅妈 您吃这个 舅妈那个不好吃 好吃不好吃 我都还没吃呢 这说起来 文宇和文秀的婚事 你该操办起来吧 这 可大少爷还在守孝期 此时操办红事 恐会落人口实啊 二老爷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现在不景气 同行之间也是互相排挤 这攻势局胃口也越来越大 我们苏家的家点都要被掏空了 现在能够挽回颓势 也只能靠联姻了 此事还需颜家的大伯出面 文宇才能在孝季之内成亲 也罢 我修书一封 算是豁出自己的面子 去求他颜家 尽快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可大少爷不会同意吧 这可由不得他 我自己在园子逛逛就行 散散酒气就回去 今日难得大家都这么高兴 你也不必总是陪着我 我呀 是怕你再喝醉了 上一次那一幕 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 上次 上次我怎么了 上次啊 我要飞到月亮上去 你别胡说 你别胡说 没有 什么 我都只是想起来 我都只是超過 几顶 在这边 还要是 你怎么回家 你开车 你想怎么样 不想起来 你把你使用 空 一带 我 你的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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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带我去哪儿啊 是大晚上的 等着 你看 你看 这可是我特意从西州 给你挑选的礼物 好看吗 特意 还是顺路 谁又知道呢 你说什么呢 这是我特意花了五千银子 精挑细选给你挑选出来的 戴上让我看看 那 那我给你戴上 别动啊 看 快让我看看 好 我跳得簪子太美了 陈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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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屏 叫你借我 我炸着 我要炸死你 我炸死你 陈屏 这次入宫室的事情 我不便直接为你出面 你得自己去找宫室局的副统领高璇 他尽管此事 那 他若管我要银子呢 如果他要求送银子 正好抓住了把柄 我反倒方便出面了 我听小璐说 你跟宫室局那几位大人不合 他们一直想着法子排挤你 若是再为我出头 会不会惹来麻烦 我虽然向来不长势 但既然添加 已经派我做了宫室局的督办 那自然应该刻尽职守 正好 我也早就看那帮人不顺眼了 这次啊 已并成职 你一贯逍遥自在 却为了我卷入这些是非 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你若这么说呀 那就是太不了解我这个人了 我虽是个闲散王爷 向来不把权势看在眼里 但如果遇到了在意之事 一定会为之一搏的 哎呀 你 Wen 君 君主 就算我 想想让你修复 但是我必须让你去 我太阳一携了 你尽管放手去做 另外家里的老本行 酬不生意也不能丢 要好生地经营 诺 文宇哥哥如今也好多了 肯去店里管事了 我这头也轻松了许多 他管事 你知道吗 这些日子 他借过辞退了我多少老伙计 但凡是我的人 他都给清理掉了 怕是那些老伙计 张智氏苏家几十年的老人了 有些不服管 文宇哥哥年轻气盛 自然是受不了这个气 他这是在向我叫板哪 不过那些被辞退的老伙计 我都已经叫回来了 我暂时是不想跟他硬碰硬 便都安置到你的店里 先替你做事了 诺 文秀一定替二叔 照顾好这些老伙计 毕竟都是苏氏的功臣 还是你懂事啊 文秀先回去了 朴小姐 您慢走 二老爷 您这步棋走得没有啊 一切尽在二老爷的掌控之中 还不够 我要将那燕文秀的手艺 都拿过来 谁 二老爷 不如就从她那贴身丫鬟的地儿下手 让她偷师学艺 那丫头可靠吗 二老爷 您放心 这丫头全家的卖身器 都在我们手里 料她也不敢不从 好 那这件事情 就交由你去办吧 诺 二老爷 大人 一共清退了五十三户啊 这大半个公事都给清空了 欧阳紫瑜下手也太狠了 这一点严命都不给啊 除了这些 还查出什么别的了吗 那倒还没有 不过听说她的手下 还游走在公事调查 看这样子 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来了 所以大人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之前要求入室的那些人 还在不在 都还在 他们听说公事里 空住了几十个位子 都守着门口不走 让只要见大人 想入室呢 你叫我干什么 这是他洛王精管的 应该去找洛王吧 洛王殿下 自然会给他们一个交代 那就让他们去找洛王去 动静越大越好 他洛王不是很能吗 我们倒要看看 这次洛王该怎么解决 让我见了呀 刘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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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老板 给我老板 对 你们见到洛王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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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们要见洛王 我们要见洛王殿下 对啊 出来了 洛王 洛王殿下 你们这些要来这儿做什么 洛王殿下今日不见客 不见客 那我们这些东西怎么办呀 我们等这么久了 走走走走 对 我们要见洛王殿下 洛王 我走了 对 帮我们入室 没有洛王殿下的原准 我们怎么可能进得去啊 是啊 我们要入室啊 恳请洛王殿下 收下这些东西 放我们入室啊 对啊 我们要入室 我们要见洛王殿下 去啊 洛王入室 出来了 守下来 洛王尿之 以往保全室啊 老公知道 洛王殿下 袛王殿下 洛王二 оже 宝钱 宝钱 老公93 有很多礼品 吵着惹着非要见您 还非要您收下那些东西 放他们入公室 我就说吧 咱之前根本就不该揽那一摊事 您不信啊 您看 现在才不到半日 洛王府收受商户贿赂 才肯放人入室的谣言 就已经传遍了整个京城 王爷 王爷 您现在不能出去啊 您现在一出去就更说不清楚了 我 我引教室委去赶人了 他们只是市井商户 怎么有胆量来王府闹事 一定是有人挑唆 我倒要出去看看 宫市局的人想要干什么 不 王爷 今日把大家叫到这里 是要告诉你们 宫市局开心事 众商家入市 需具备由官家特许的经营权 还需上报货品的原发地 且在民间具有一定的声誉 三大条件缺一不可 宫市局不同于外来的街市 由不得你们坑蒙拐骗 欺上瞒下 如今本王事杂 入宫市的事情 还是要交给原大人 和高大人处理 若有人想要以行贿的方式 进入宫市 一经本王查识 绝不轻饶 那本王就先回去了 恭送洛王殿下 恭送洛王殿下 畔跑 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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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什么吵 都先退下 回去等消息 那走吧 Points 真好如此 洛王府门口 公然行贿 已经有人上奏了 只怕这洛王是自身难保 等到这洛王府 收收贿赂的消息传出去 他还真以为 他自己能洗干净吗 这些个王公贵族 从出征变锦衣浴室 哪里知道民间疾苦 我们赚几个辛苦钱 那也是迫不得已 非要赶尽杀绝 我该呀 欧阳子虞不会再插手入室的事情了 我们要见机行事 派人盯着洛王府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动静 是 表小姐若是入了宫市 又要尽管这外头的铺子 就更忙了 只恨帝儿是个丫鬟 不能替表小姐分忧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丫头打的是什么主意 是不是想让我带着你一起做买卖 也学点立足的本事啊 帝儿斗胆 是有这个打算 不过帝儿卖给苏家的是死器 纵是学了本事 也是要一些依偎苏家效力 断不敢有二心的 我教你呢 倒也无妨 但是你要明白 自此以后 你到底是谁的人 从前如何 我不再追究 但日后如何行事 你可懂得 你可懂得 帝儿明白 帝儿若能得表小姐提携 一定不忘小姐大恩大德 起来吧 诺 日后 你要成为我的臂宝 首要大使 就是要帮我对付霓裳 那个贱人 这个霓裳真是一魂不散 本以为她已经走了 谁知道又回来生事 表小姐这次一定不能手软 要将她踩到泥巴里才是 放心吧 她也配跟武艺症高兴 你们在说什么 霓裳你没死 她死不死关我什么事 我不知道 那你说 她现在在哪儿 小姐你放开我 帝儿什么也不知道啊 不 我刚才听到你们说的话了 你一定知道 告诉我 告诉我 你疯了吗 跟一个丫鬟拉拉扯扯 成何体统 你不跟我说实话 好 我自己去找 表小姐 大少爷已经知道霓裳还活着了 我们怎么办呀 无妨 她早晚会知道的 当是你的确忠心 日后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谢谢表小姐 那我们家买的一切药妆 如果用得不舒服 都可以随意来退换呢 好的老板 那我这个药膏怎么招有一个 小红色的 好 像桃银这儿 好有的 非常热 香的 还有这个大红色 那我试试 才会很多人喜欢 红的这个呢是给您的 它呀是可以活血化瘀 您要是身上哪儿不舒服 就挂哪儿 蓝色这个里面放了薰衣草 您可以闻一下特别香 确实不错啊 二位夫人慢走 好 霓裳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何时走 何时回 不需要向苏公子报备吧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苏公子误会了 我们并不相熟 我为何要生气 我知道上次二叔封你的殿 知你对我产生了误会 后来我听说 我听说 听说什么 又听谁说 是听苏公明说 我死了 回不来了 是不是 霓裳 你别这样 现在能看到你好好的 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 我很忙 苏公子请回吧 霓裳 打手 我们很忙 不接待你这种 不买东西的客人 你听明白了没有 承天 我有话要和霓裳说 你让我 你还要说什么呀 你们苏家差点 把我们害得客死他乡 你还要说什么呀 承天 霓裳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们自己做的孽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算了是吗 我现在真应该拉你去公堂 让你在公堂上好好说说 你都不知道 承天 你别说了 苏公子 话已至此 我们不如说清楚了 你们苏家造的孽 必须自食后果 以后我们就当互不相识 走了 尹程 他们快滚 走了 你拦我干吗呀 我要找他问个清楚 到底为什么派人截杀咱们 别大声嚷嚷 咱们现在无凭无据 被外面人听到了 只会说是我们诬陷苏家 光天化日 他就没有枉法了是吗 他们买凶杀人 凭什么不能咱们长出来呀 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咱们都只能忍着 好 再说了 王爷还在暗中调查 你这样沉不住气 只会害了大家 你知道吗 站住 你去香草堂了 你去香草堂了 见证霓裳了 他对你说了什么 二叔想说什么 我问你他对你说了什么 他什么都不想对我说 他什么都不想对我说 那他没有说起 这西州路上遇袭 是我们动的手 二叔您放心 霓裳近日见了我 还是生我以前的气 对西州之事只字未提 想必是那女杀手 杀人未遂 并不知从哪儿 偷来的卷子 混到你罢了 不过二叔我劝你 此事定不可一而再 再而散了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试鞋 您老人家还是悠着点吧 你 不认识 文秀啊 你说说看 这霓裳真的没有回咱们吗 以我对她的了解 要是知道是咱们动的手 她早就该有所行动 所以二叔暂且可以宽心 不过文宇哥哥说得对 这种事 还是以后不要做 毕竟太过冒险 要知她的法子多了 师出同门 我颜文秀 绝不会输给她 但愿如此吧 你们苏家差点把我们害得 刻死他乡 你还要说什么 城天 不知道 你们自己做的念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算了是吗 我现在真应该拉你去公堂 让你在公堂上好好说说你的不知道 知道 二叔买凶解杀的事 霓裳已经知道了 她会不会认为 这事我也有参与 苏家和谢家 苏家和方氏 将来可怎么化解啊 我又该怎么办 霓裳 告诉我 我要怎样才能够补偿你啊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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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公事局送来的入市民册 请您过目 怎么没有香草堂啊 王爷真要跟你说这事 成天一大早来过 说如果您方便 就请往香草堂去一趟 想必就是为了这件事 王爷 王爷 田家前几日 已经为商户跑来送礼的事 训斥过您了 依我看 香草堂论子里 声誉 哪一点入不了公事 这分明就是有蹊跷 原道成滥用职权 难道本王还管不得了 是是是是 王 王爷 那 那您也得避避险啊 我又没做错什么 避什么险 王爷 别跟着我 如今这宫室 香草堂是入不了了 你没了后顾之忧 便可以大展身手了 放心吧二叔 香草堂的货源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不过是从西州进来的 新巧玩意儿 再加上他装饰弄鬼的 调制技巧 哄得那些不懂行的 蠢人追破 咱们苏氏的胭脂水粉 是实打实的品质 只要稍价推广 不成没有销路 如此甚好 你要在脂粉生意上 将它压制 在纸衣上也不能松懈 你可别忘了 那个丫头还有一手绝火 你一定要让它永无凡人之力 如此才好 放心吧二叔 论起之意 它不可能强得过我 况且 它还有仿制成衣 畏罪潜逃的臭名水 等着吧 我一定要让它在京城 无立足之地 这一批的入室名单 舅舅去报寝入室 可宫市局连鸣铁都不收 我又亲自带着鸣铁过去 也被退回来了 后来成天 去问宫市局管事的人 我们须有什么条件 才能入室 可是那些人说 此事全由元代人定夺 他们也不知情 这是今早送来的 是这一批的入室名单 这里好些家 声望跟记忆 远远都不及香草堂 为何他们能入室 我们却不能 很显然 宫市局的人 想为难你们 为难我们 为何 多半是香草堂 最近风头太盛 遭同行记痕 那些和宫市局 有私交的老商户 就趁机从中作梗了 你说的是苏家 极有可能 可是入不了宫市 我怎么调查 谢家的冤案 这可如何是好 别急呀 我还有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昨天晚上没怎么睡好 这个肩膀 我给你捶捶 可以吗 什么办法 暂时还没想出来呢 不过马上就能想出来了 来来来 这边 这边 这边的好 坐哪儿 用点力 用点力 来 你到底什么办法呀 等我明日想出来 我就告诉你 不太这么玩的 对了 我现在就想办法 让我想一想 什么办法 你别动我啊 好 疯了 好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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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娣儿 表小姐 你去帮我办件事 去办小小堂的事 我还能办事做的事 我还能办事 明白 娣儿这就去办 娣儿 大少爷 这是干什么去啊 表小姐让娣儿去办些事情 表小姐 表小姐 你现在已经不是苏家的丫头 而是颜文秀的奴才对吧 大少爷这话好笑了 表小姐与大少爷可是一家 分什么谁的奴才啊 颜文秀叫你去干什么 这话娣儿本不该告诉大少爷的 表小姐昨儿个请了大少爷的八字 让娣儿去东街 找酸命的陈瞎子 好断断的 送我八字干什么 大少爷这还猜不到吗 表小姐是想算一算 她跟大少爷的姻缘 什么时候才能到 那第二次就去了 等等 你告诉她 陈瞎子就不必找了 这个八字我给她解 这个姓苏的呀 天煞孤星 她若是想嫁 等下位子吧 去吧 丁儿 表小姐 你这丫头好大的胆子 满嘴里胡沁了什么 信不信我长你的嘴啊 表小姐 丁儿若不这么说 大少爷会一直追问的 丁儿一时也没想出好的说辞 那你就任由她羞辱于我 表小姐见谅 是丁儿没想过这一层 是丁儿的不是 还不赶回去 还等太阳落山不成 诺 好你个苏文宇 你羞辱 我便去报复你的心上的 让你心疼死就是 公主 郭郭 来看看啊 郭郭咧 元香 你怎么在外面啊 我在想啊 咱们家的买卖再好有何用啊 入不了公事就打不下名头 真是令人发愁 霓裳 你怎么就不愁啊 愁有什么用啊 咱们香草堂现在才刚开张 当务之急应是站稳脚跟 这入不入得了公事吗 随缘吧 可是我听说 颜温孝新开的胭脂铺就入了 我着急啊 他入他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陈天去问过后届那几家了 都说给公事局送了礼 怎么咱们送礼就不灵了呢 请问霓裳姑娘在吗 姑娘 我就是 想买什么 我家夫人想做几身衣裳 另外再做个装面 还请霓裳姑娘亲自跑一趟吧 姑娘抱歉 我这店里一下午还有事 不如这样 您先留个地址 等到我店里打烊之后我再过去 我家夫人要得急 还请霓裳姑娘务必不要耽搁 银子自然是不会少的 那霓裳 要不我去吧 姑娘 咱们走吧 我家夫人说了 务必要请到霓裳姑娘 霓裳 你就跟这姑娘走吧 真是在店里头待着 脚脖子都沾散了呀 放心吧 不过我们俩了 好吧 那你们好好看店 别偷懒啊 嗯 姑娘稍等 我进去拿个东西 稍等啊 有麻 我也正式待在店里 你就不心疼心疼我 咱们想想藏住不了公事 这霓裳心里头憋满 嘴上不说 好 刚好 让她出去偷偷亲 走吧姑娘 走了啊 小心啊 姑娘 你家夫人想做什么样的衣裳 这妆面可有喜欢的 肤色是白皙还是偏黄 姑娘 霓裳姑娘 到了 姑娘 请进去吧 我不进去了 银子待会儿退款给你便是 站住 别人都说香草堂最看重生意 怎么霓裳姑娘到了主顾门前 却不进去呢 我不做你家的生意 苏府的生意 可比你在外头耍胡妹子拉来的生意 好做多了 这位姑娘 说话还请有些分寸 这里是大街上 可别丢了你苏府的体面 光天化日之下 你想干什么 霓裳姑娘别误会 您这不是收了银子 要上门给我家夫人量体裁衣吗 她们只是引路的 请吧 5米 碎 3米 4米 半 4米 4米 5米 5米